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想说什么 却一阵猛壳 脸色愈发苍白 眼神忧生委屈 金明城又是一阵心疼 见到自己一力培养的凤静宇受了这样的重伤 凤天心中早已满是愤怒 深吸了一口气 转身冲着凤长约怒喝 你给我跪下 向静儿道歉 我还从来不知道 赢的人要向输的人道歉 你还有脸说 凤家竟然有你这么狠毒的人 静儿是你的四妹 你居然 我没有什么妹妹 我可是记得很清楚 我父亲奉称 母亲千语 只有我一个孩子 凤长月眉目泛着冷意 凤天一愣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看着对面的少女 身材瘦弱 脸色蜡黄 似乎一阵风 就能够刮跑 唯有那双黑如玉石的毛子里闪烁着坚韧的光 她原本要说出口的话 就堵在喉咙里 脸色胀得通红 没有听见凤天反驳 凤静宇心中暗焦不好 脸色更加凄然 她扯了扯嘴角 似乎想要笑 却又悲气 三 三姐 对不起 是我失礼了 我没有别 别的意思 其实 我应该恭喜你的 想不到 你竟然这么厉害 那一招 我确实不如你 说到这儿 她似乎有一些受不住 闭了闭眼睛 平复着呼吸 血迹染红了她的衣襟 看起来如同柔弱的枝子花 这一句话 却将处在恍惚状态的凤天给惊醒 随即看下凤长月 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怀疑 是了 她竟然差一点忘了 凤长月今天的异常 凤长月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测出黎脉阻塞 终身不能修行 是个彻底的不能再彻底的废物 这么多年她一直活得没有什么存在感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厉害了 而且 凤生剑是家族之中 上等的五季 一直放在藏书阁之中 除了她自己以及家族长老 年轻一辈中 只有具有天赋的人才有资格进去 整个凤家 修炼了这五季的年轻一辈 绝对不会超过三个人 而这其中 绝对不会有凤长月 她有一些混浊的眼睛 死死盯着凤长月 掉转浑身的灵力朝着凤长月释放威压 若不是今日家族鄙视 我竟然还不知道你竟已经如此厉害了 这么多年 你瞒得真是够辛苦啊 你还有多少秘密 今日若是不一一交代呢 别怪我不顾勤奋 同一时刻 金明成也似幡然醒悟 豁然抬头看一下凤长月 难道 这么多年她一直在欺骗所有人 一想到 凤长月这般作为有可能为了引起她的厌恶 和她解除婚约 她的心里就止不住地燃起了熊熊怒火 看着凤长月几乎要把她盯出一个洞来 凤长月向前跨了一步 下巴微微抬起 眼神僻逆 看着前面几人 像是在看一场闹剧 我前十四年 没有受过你一色恩情 今天 你倒跟我提情分 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对一镜认输的对手下很熟 还要置对方于死地 你也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一声低沉有力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凤长月却并无惊讶之色 背脊依旧挺直 脸色冷凝 却是西锁城的城主 他皱眉看了看奄奄一息的凤静宇 冲着凤长月冷淡道 你被取消资格了 凤静宇躺在静明城的怀里 将手往回缩了缩 脸上泪痕未干 有些惶恐 似乎没有想到后果如此严重 城主 城主大人 是我的错 三姐好不容易 请你不要 静儿 你别说话了 凤长月不择手段赢得胜利 还想对你赶尽杀绝 你何必为她说话 城主大人目光雪亮 自会公正判法 静明城低头在凤静宇的耳边轻声安抚 跟前一刻对待凤长月的样子判若两人 凤天怒目而逝 心思难测 城主皱着眉头似有嫌恶 观众更是沸腾咒骂不断 凤长月一个人站在那儿 随有人都在讨伐她 咒骂她 她容色不变 似孤独伶仃 凤静宇不动声色地抬了抬眼 眼神深沉 眉稍微扬 看 你心心念念的未婚夫对我可是无比心疼 你的亲爷爷对你满腹怀疑 所有人都在针对你 赢了又怎么样 赢了输了所有 凤长月沉默 似乎无力反驳 突然她掌心一热 她低头看去 确实 眉原夜站在她身边 神情冷然 如同冷血覆盖 跟她废什么话 把她的手划开 不就什么都明了了 凤静宇脸色已白 凤长月微微地笑起来 看着眉原夜生气的样子 觉得心情分外的好 我这不是怕脏了我的手吗 既然你等不及 那我就亲自来吧 我听不懂 三姐在 在说什么 三姐 你在怀疑 怀疑我吗 凤静宇心中伸出惶恐 脸上苍白似血 你在说什么 我不准你污蔑静儿 凤静宇话音刚落 庆明诚就抱住了瑟瑟发抖的她 对凤长月怒目而失 你还嫌害她不够吗 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污蔑她 凤长月看也没有看她一眼 转身对着城主 脸上一片沉浸 手指却指向凤静宇 你们不是号称要公正 那好 我就亲自让你们看看 这里面有什么毛逆 她声语迅速一晒 几人都来不及反应 等看清的时候 凤长月已经站在凤静宇和静明诚的身前 手中金光微闪 向着凤静宇刺响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玄幻多人有声小说 凤灵之妖王来接驾 改编自肖香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战兮也 领先演播 喜马拉雅甜到猴死人的夫妻档cp 半指红雀 黎穆寒 后期制作 半指桃妖 举音工作室 喜欢男强女强 护宠暴击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吧 第二十二集 净明诚感受到凤长月的动作 想要带凤静宇躲过去 然而身体却突然僵硬了一瞬 这一瞬 已经足够凤长月挥动匕首 划开凤静宇的右手手心 大胆 你居然 凤天的声音突然消失 恶然地看着满脸茫然的凤静宇 不 是他的手心 他纤细白细的手掌心 一道刀痕痕更 而里面流出的居然是诡异的黑色 陈主也好像突然被人打了一拳 愣愣地看着那团黑色的血迹 凤静宇的心突然一紧 他已在静明诚的怀里 脸色无辜而疑惑 怎么了 石骨无色无味 更何况他已经全部散去 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地看着他 明诚 我的手好疼 明诚 你怎么了 他转头看向纪明诚 想要征求意见 却发现 静明诚瞳孔忽然一缩 脸色微扁 他的心沉了沉 扯了扯嘴角 问道 你们 静明诚站起身 向后退了几步 看向他的眼神似乎在看一个陌生人 甚至有着厌恶 他心里忽然就慌了 无助地看向四周 静儿 告诉我 你今天没有骗我 静明诚忽然出声 脸上再也没有了以前看他时候的那种温柔的笑意 雨掉生冷 似石头砸在他的心上 他摇头泪光盈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明诚 你在怀疑我 你怎么能够 说实话 静明诚忽然神色冷立 待了他未曾见过的阴沉 他正要开口 却被城主给打断了 凤静语 石骨毒性极强 你居然敢带上擂台 凤静语唇色差时间进退 浑身颤抖 怎么会被发现到底是哪里不对 他下意识地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 突然意识到不对 立刻抬起头 然而已经晚了 静明诚眼中最后一丝息迹散去 再看他时 已经看不懂他的眼神了 石骨虽然无色无味 但是因为毒性太强 长时间放在手里 即使隔着布料 也会让手心的血液变黑 中间还泛着一丝蓝 你假装认输 以为我会放松警惕 趁着躺在地上时 将石骨洒向我的方向 若我正巧运用灵力 那么不仅五脏六腑剧痛 还会灵力尽失 再次变为废物 你以为没有人看到 即使我看到 石骨也绝对留不下证据 人们只会说我心狠手辣 对你赶尽杀绝 这样 你就可以赢得无比漂亮 让我背负无数骂名 一举数得 他每说一句话 凤静语的心就沉下一份 心中也逐渐被恐惧所替代 他只是知道这种要毒性很强 却不知道还有这样的秘心 他没有想到 凤长月会那么地警惕 没有想到 他会这般强硬地打败他 没有想到千般算计 竟是这般结果 这样拙劣的手段 你似乎还用得很畅快 凤长月轻声出口 眼神清淡 比蔑视更让凤静语难堪 他流着眼泪摇着头 混合着血液 看起来无比凄惨 我没有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城主 家主 请你们明察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明成 我们相识那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吗 连你也不惜我了吗 他哭着说着 艰难地动了动身子 想要抓住静明成 静明成眉头一皱 微微地弯下身 将手伸向凤静语 凤静语眼睛一亮 他还是喜欢他的 静明成的手 附上他的手 而后缓缓 而坚决地将他挪开 别脏了我的衣服 凤静语眼睛瞪大 抬眼看他 似乎不相信他在说什么 静明成脸上的 弦舞之色那样地清楚 让他脸色一下子灰白 手颓然地落下 他昏过去了 擂台上一片尴尬的安静 看他之上却更安静 众人听得清清楚楚 看得明明白白 这个时候 若是再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 就真是傻子了 想不到凤四 凤静语竟然是这样的人啊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看着那么漂亮 天福又好 怎么干这么龌龊的事 我先前就觉着他不对劲 果然干出这样卑鄙的事情 哎呦 凤家真是丢人啊 人人真相议论着 讨伐着 似乎都想证明 自己早就知道 凤静语会做什么事情一般 似乎之前喊着加油的另有其人 而他们也绝口不提凤长月 不愿意承认自己先前的错误 他们神色激愤 几乎想要用 唾沫心子淹死凤静语 凤静语躺在那儿 悄无声息 凤天脸色一阵青 一阵白 凤家出了这样的事情 毫无疑问 是极大的黑点 影响到凤家排名不说 之后 让他怎么抬起头做人 凤家又怎么出头 陈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看着凤长月的眼神 倒是几分宽慰 似乎完全不记得 自己刚才对他冷言冷语 披头盖脸的责备 来人哪 将凤静语抬下去 今日他围剂 带了毒药 想要迫害对手终生残废 心思不可畏不狠毒 取消他的成绩 他这一生 已经决定了凤静语之后 在西所城的日子 几乎再无翻身的可能 凤长月却没有兴趣听这些 脚步微动 走到轩月夜的身边 静明诚不自觉地 看向一旁的凤长月 那是他以前 从未正眼看过的少女 眼神直着坚定 如同黑玉 侧脸线条精致 身形虽然单薄 却自有一股 轻松一般清新的味道 跟他以往见过的女子 都不一样 他今天可谓是波折四起 但始终神色淡定 不为所动 他看着她 眼神不自觉地凝住 却见她唇边 忽然绽放一朵笑花 烟红如同樱花瓣的唇 划开了一抹动人的弧度 眼神微波 笑叶生花 她的心猛然一跳 恍若落入了一片 迷醉不知的深渊 而她却无力阻止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玄幻多人有声小说 凤灵之妖王来接驾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战兮也 领先演播 喜马拉雅甜刀 猴死人的夫妻档cp 半指红雀 黎穆寒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举音工作室 喜欢男强女强 护宠暴击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吧 这种感觉很奇怪 很陌生 她看着她 突然觉得心神恍惚 她从来不知道 她笑起来 这么地美 但是她很快发现 那笑容却不是冲着她的 风长月弯下身 牵起了轩炎夜的小手 看着她小大人的样子 就忍不住想笑 阿燕 咱们下去 轩炎夜目不斜视 却紧紧握住她的手 似乎有一些不耐烦 下次对这样的人 别手下留情 风长月捏了她的小脸 神色轻松 带着欢喜 她对着一个 不过四岁的小孩子 都可以这么地温柔 那笑容 本来是应该属于她的 这样一想 金明成心中 忽然就像是燃起了一把火 她本来就是她的 她忽然看向她的背影 眼中带着 势在必得的意味 她知道 她之前一直喜欢她 这段时间 可能是被她伤了心 所以行为上 有一些异常 甚至还写下修书 但是多年的感情 她怎么会轻易放弃 只要她认错 她还是她的未婚妻 不是吗 轩炎夜走着走着 感受到身后那道 让她恶心的目光 忽然顿住脚步 怎么了阿燕 风长月看着她疑惑地问 那个小子 让我很不说 轩炎夜直直看着她 风长月一愣 随即淡笑 既然这样 我只好让她更不爽了 第二场半决赛 依然没有任何悬念 季明成 确实天赋出类拔萃 只一刻钟的时间 就取得胜利 此时 决赛终于开始 家族比试决赛 风长月 对阵 季明成 二人摇摇对立 此时已经接近黄昏 淡色的灰光 照在人的身上 有些模糊 季明成看着眼前 站着笔直的少女 语调轻缓 其实 我不愿伤害你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觉得毕竟是 长辈的约定 我们晚辈不好违背 我以前 对你不够重视 以后不会了 我们 说完了吗 凤长月突然出声 季明成一愣 我跟你想法差不多 觉得以前做得不对 所以我今天 决定让你爽起来 季明成 微微睁大眼睛 心里有一些激动 不 不用了 一声惨呼 响着整个广场 凤长月拍了拍手 看着 被他踢断小腿的 季明成 轻声问道 这样 爽吗 季明成 睁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地 看着他 因为剧烈的疼痛 额头上 满是冷汗 对面少女 平淡淡漠的脸色 在这一刻 显得那么冷酷 他忽然明白 自己错了 下面季家的人 看见这一幕 更是惊怒 只是碍于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终于还是忍了 这口气 季明成 缓缓站起身 看着他的目光 也变得凛冽 既然敬酒不吃 吃法酒 那么 他运转了灵力 浑身雄厚的灵力 立刻散发出威压 朝着凤长月 碾压而去 凤长月 微闪不动 在他面前 似乎形成了 一道透明的屏障 轻易阻断了 季明成的威压 季明成 谋色转身 随即握住 腰间的佩剑 将灵力灌入其中 佩剑 竟然微微颤抖起来 一股血腥之气 逐渐在场上蔓延开来 甚至吸一口气 就隐约能够感受到 血液的心田气息 场上众人脸色 纷纷突变 是血剑 季家的质宝 他居然一照面 就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凤长月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说不准呢 谁被人先前那样 踢断小腿 也该发飙了吧 我看这次啊 凤长月是真的惹怒了 季家大少了 可有他受的了 季魁眼见季明成 一出手 就是最狠力的大招 心有不满 毕竟在他看来 季明成天赋惊人 对战凤长月 根本就不需要 这么大动静 不过 想到凤长月 一下子踢断了 季明成的小腿 他心里怒火生疼 又想着 这样也好 一招完胜 最好能够致死 他脸色阴沉 他的劲敌凤甲 却也没有一个脸上 有兴奋喜悦之色的 最被看好的凤静宇 在这样大型的比赛上 使用卑劣手段 被取消资格 已经足够丢人了 而揭发他的 还是连人了 还是连他们都厌恶的 凤长月 心里当然是更不爽了 毕竟凤长月明显已经不是以前的他 那么无论如何 日后他们都得换个态度对他 更多人担心的是 以前几乎凤家所有人都欺负过凤长月 他变强以后说不定会怎么对付他们 看着场上 纪明成一出手就是这样厉害的招数 许多人竟是松了一口气 如果凤长月中伤 那么 起码短期内不会找他们的麻烦 在随友人灰暗不明的眼神之中 纪明成终于动了 他身性如同鬼魅 瞬间闪至凤长月的身边 人影未现 见身仙动 一道明亮锋利的剑光闪烁 朝着凤长月的头顶狠狠地劈下 那剑的血腥气息 竟然因为纪明成充沛的灵力灌入 朝着四面八方冲击 在前排的观众 甚至感受到了锋锐无比的刀剑 在自己脸上刮过 身疼凛冽 坐在嘉宾台上的几人 见此倒是满意地点头 不愧是西左城百年不遇的天才 一出手便是这般动静 将来更是不可限量啊 说话的是西索城 新辉拍卖行的行长奥托 看起来十分和气 实际上实力颇高 否则也不能出任这等职位 新辉拍卖行财大气粗 更是实力强劲 我倒不这么看 那季家小子虽然厉害 但我看那女娃子 称定得很啊 这新星 我喜欢 深圳如雷的声音响起 却是猎火拥兵团团长 猎风雷 猎团长向来眼光独到 说不定他真的能有办法 也说不定 奥托为人向来和气 和所有人都保持着 良好的关系 此时见猎风雷 欣赏奉长月 便顺水推舟地说了一下 其他几人 分别是各大家族的长老 都没在说话 奥托话音刚落 就突然目光一宁 看向台上 续心灵力地一箭斩下 然而奉长月 却并没有后退 更没有受伤 她猛然抬起头 握手成拳 右脚狠狠地一蹬地面 身体如同炮弹一般射出 迎着那朝头而来的剑 指指而上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玄幻多人有声小说 凤灵之妖王来接驾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战兮也 领先演播 喜马拉雅甜到 猴死人的夫妻档cp 半指红雀 黎穆寒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举音工作室 喜欢男强女强 护宠暴击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吧 第二十四集 立台上 他刚才站立的地方 赫然一个塌陷的脚印 立凤四丧而去 助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凤长月全都向上狠狠挥出 因为速度极快 全都锁到之处 甚至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 来势凶猛 煞事间和剑碰撞 凤长月此时要感谢原主 即使没有修炼天赋 却从来没有放弃过 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 每天都在练习 其中练得最多的就是这拳法 因为这是凤家最有普通的拳法 他没有资格跟着学习 更高等级的武技 只能一遍遍地练习 这到处可见的拳法 到此刻 他选取的就是最简单 最为粗暴的方法 凌厉碰撞 巨大的能量波动 向着四面散去 擂台之上忽然裂开一道道裂缝 瘦小的拳头锋利的长剑 彼此裹在凌厉之中僵持 季明成 明显没有想到 凤长月能够招架住他这一招 要知道他已经是一星凌亡 他神色猛然阴沉 几儿已经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向他袭来 凤长月五脏如同挤在一起 全身都酸疼不已 似乎下一刻就要倒下 但是他没有 再次汲取这体内的灵力 灌注到拳头上 凤长月脸色微微苍白 眼神忧伸四海 猛然发力 季明成身体微晃 嘴角突然溢出一丝鲜血 常见忽然向后倒飞而去 落在不远处 全场寂静 季家众人豁然起身 震惊地看着台上 季明成怎么会输了 季魁力喝一声 都坐下 季明成还没有输 他还有 季明成站定 盯着凤长月 缓慢地擦去了嘴角的血迹 看来你是一心想要找死了 也好 让你死个痛快 毕竟能够让他出来 也是你的荣幸了 说完 季明成忽然将灵力收回 脚下突然浮现巨大的 圆形光阵 出来吧 火石兽 圆形光阵闪烁着 在众人震惊无言的目光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 魔兽的轮廓光线 魔兽 是魔兽啊 哇 天哪 季明成居然已经契约了魔兽 这次凤长月死定了 那是 火石兽 那是六级魔兽 朕跟西索成也没有出现过呀 巨大的光团浮现 接着 一道身影出现在 季明成的身前 那狮子模样 浑身火红的魔兽一出现 就猛然抬头怒吼 气势震天 魔兽身性残暴 即使契约 也依旧保留着部分 嗜血凶残的本性 而季明成的契约魔兽 竟然是六级的火石兽 凤仓脸色煞事间退进 忍不住上前一步 小姐 轩原夜 醋了醋眉 不知道这种低级的魔兽 是怎么让这么多人震惊如此的 看季明成 以及季家众人 似乎很是骄傲 他们确实很骄傲 谁也不知道 他们为这个魔兽 费了多少心思 这是季明成最大的杀气 凤仓月 必输无疑 季明成 脚下光团 渐渐消失 那火石兽 咫牙咧嘴 满脸的凶狠 朝着凤仓月扑去 众人惊呼 火石兽 速度极快 几乎成了一道红影 一道烈火突出 瞬间吞噬了凤仓月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场景 惊惧多于兴奋 看见凤仓月 竟然被瞬间吞噬 即使身心惧怕 嫩嫩不言 凤仓一声悲呼小姐 立刻就要上去 却忽然被 轩月夜给喊住 别上去爱她的事 稚嫩而冷淡的声音响起 凤仓回头看去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忽然镇定了许多 正在此时 有此起彼伏的 惊呼声响起 凤仓豁然地 回头看向了一台 确实 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 满目疮痍的 擂台之上 一道火红的魔兽身影 正立在中间 似乎僵硬住了 仔细看去才发现 在她身前 有一团 小小的东西 那 那是什么 那小小的一团 却只是一只 毛茸茸的魔兽 她满脸鄙夷地 看着 正瑟瑟发抖的 火石兽 鼻子微微合动 眼神轻蔑 小爪子轻轻抬起 而后一挥 巨大的火石兽 就飞了出去 落在远处 动弹不得 同一时刻 凤长月出现在 济明城的身前 手一动 拉住她的胳膊 而后转身 一个狠摔 将地面 砸出一个大洞 骨折声 咔嚓几声 爽吗 她一脚补上 将它踢飞 又是一声门哼 这样呢 她一个闪身 半空中 狠狠落下 踩在她的胸膛 喷出满口的鲜血 还是这样 她俯身 壁肘重重地 砸在她身上 济明城被打得 有一些昏尘 口吐血沫 凤长月站起身 眼神冷立 语气淡淡 不屑 凤长月一系列动作 快如闪电 等众人反应过来时 看到的 就是济明城 倒在擂台上 气息奄奄 口吐血沫的 狼狈样子 凤长月站在她身边 一只脚 踏在她的胸膛上 似乎随时都会 将济明城 踩个半死 随友人倒吸一口凉气 凤长月刚刚停下 眼前白眼一闪 她下意识地伸出手 掌心赫然出现了一只 你就是苍 凤长月看着 眼前的小东西 挑了挑眉 这是一只 巴掌大的魔兽 浑身雪白 圆滚稳的身子 肉感十足 蓬松的尾巴 几乎有半个身子 那么大 脑袋浑圆 四肢肥短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却是添了几分灵动 看起来多了几分灵气 小东西眼睛六圆 带着满满的 几乎溢出来的 喜欢和亲切 猛然地点了点头 刚才表现很不错 小东西眼神 爆发出惊喜之色 狗铁地舔了舔 凤长月的手心 下次记得用力一点 斩草要除根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小东西眼神有一些懵懂 进而 绣化为了坚定的神色 握了握小爪子 冲着远处的火狮兽 滋牙 昏过去的火狮兽 似乎感受到恐惧 抖了抖身子 缩得更小了 争取不惹怒 这个小祖宗 这小东西得意地 冲着凤长月晃尾巴 明明白白地在说 看我多厉害 多听话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玄幻 多人有声小说 凤灵之 妖王来接驾 改编自 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战兮也 领先演播 喜马拉雅 甜到 猴死人的 夫妻档cp 半指红雀 黎穆寒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聚音工作室 喜欢男强女强 护宠暴击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吧 第25集 凤长月突然有一些无语 小东西和她契约的时候 明明带着强大的远古气息 声音也很是低沉有力 虽然出现只有一瞬 但是她记得很清楚 根本就不是眼前这个 小巧灵动的模样 而且看性子 也相差甚远 一个尊贵无比 一个无赖卖萌 她俯额仔细地回忆着 脑海里的认知 却怎么也想不出 到底哪一种魔兽 是这个样子 即使是幼生 也没有这样的 看起来和三级精灵狐很像 然而精灵狐的耳朵 是三个角的 眼前这小东西 却是圆形的 而且脸形也更加的圆润一些 所具有的灵力 也更是小小精灵狐 所不可能拥有的 但是从刚才一爪子 扇飞了火石兽来看 无论是从气势还是力量 或者灵芝来说 都秒杀六级火石兽 而且 根据记载 魔兽等级越高 灵芝也就越高 而传说中的神兽 更是能够口吐人言 至于更高级别的超神兽 则可以幻化人形 临至通天 不过这些都是传说版了 在整个罗亚帝国 已经足足百年 未曾出现过 八级以上的魔兽 而整个大陆 也只是在三百年前 出现过一次神兽 引起了众多强者的争夺 差一点酿成了惨剧 眼前这一只 绝对是右身状态 却已经能够听懂人言 还能够明确地表达 自己的多种情绪 奋长月眼睛微微深沉 看着激动不已的小东西 一把敲在他脑袋上 苍应该是你原本的名字吧 不过 我想再给你取个名字 小东西小嘴里开 笑得欢唱 真的是太好了 主人要给他取名字了 就叫小白吧 小东西瞬间僵住了 眼睛瞪得大大的 似乎不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尾巴上的毛都微微地竖起来 这么简单的名字 根本就不符合他的身份嘛 本来还想挣扎一下 但是看奋长月眼睛里 含着淡淡的笑意 唇边一抹 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他忽然就看吃了 真的好美 似乎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忽然他感觉急被一凉 有一道目光 极其有力地从他身上扫过 伤得忍不住 用那尾巴遮住了脸 双爪捂住了眼睛 果然那目光收回了 他深呼吸了一下 小心地扒开爪子 露出黑溜溜的眼睛 看向某处 针对上轩原夜 深沉淡漠的眼神 他浑身一抖 这个人他可惹不起 随即一溜烟地 跳上了奉长月的左肩 老老实实地待着 奉长月却没有注意 因为他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 他脚下 靖明城几乎已经昏死过去 只是一股凌厉支持 以及对奉长月 极恨悔悟愤怒 等等情绪的充斥 让他仍旧保持着清醒 奉长月掌尖凌厉汇聚 朝着靖明城推去 气魁猛然地站起身 面容扭曲满是怒火 丑死 居然想杀我明城 说着 就要上台去亲自阻拦奉长月 奉长月长眉一阳 眼神冰冷 灵力挥出 脚下又是一转一年 胸腾清晰的骨折声响起 靖明城再次吐血 痛苦地呻吟一声 季魁身形僵住 火急火燎地喊道 住手 还要上来吗 我的腿 可能比你更快 为了你儿子的命考虑 你最好不要动 季魁气得蹊跷生烟 却别无他法 脸色轻一阵 白一阵 却真的不敢动了 今天他算是看清楚了 这个奉长月根本就是个魔鬼 什么废才 什么懦弱 奉家的人难道都瞎了吗 要是他是人人可泣的废才 那西所成就没有天才了 而且现在的奉长月 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奉长月转眼看向一旁 傻掉了的裁判 裁判对上那双黑色如同 玉石一般的毛子 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颤抖着声音说道 奉 奉长月 行 慢着 一道声音响起 阻断了裁判的话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去 想知道谁敢这样大胆 在这样的场合插话 却惊讶地发现 是一个坐在寄家地方的 陌生的周年男子 他出身阻拦了裁判 而且此时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他却没有丝毫起身的意思 端坐着下巴微抬 眼神漠然 似乎他说的话 所有人必须要听从一般 莫老 您一定要救救明成啊 他就要被那个贱人害死了 看见莫林终于肯开口 季奎的心中松了一口气 连忙开口 只要莫林今日开口 那么明成就不会有性命之余 而奉长月他伤了明成 莫林又岂会放过他 莫林神色淡淡 在他看来 季明成虽然还没有进入学院 却是他亲自招说的 这么打他 岂不是也在打他的脸 那天本是老夫可怜你 所以你闹翻了计较 我也没有拿你怎么样 有心放你一马 但是你可不要得寸进尺 明成 是我的学生 你若是现在跪下道歉 并将那魔兽交出来 老夫还可以饶你一命 他说的理所当然 仿佛天大的恩赐 所有人都觉得这男人疯了 这里毕竟是家族鄙视 陈主大人以及各家长老 还有诸位有身份的人都看着 他居然这般的目中无人 就算凤长月知能而退 恐怕稀锁成各方式里 也不会让他放肆 猎风雷是个暴脾气 十分欣赏凤长月 此时竟有人这般嚣张 不由地怒及返校 口气倒是不小 人家赢了就是赢了 一个大男人 这盘输不起 朕是丢人 还让人家跪下认错 更是可笑之急 奥拓依然是笑咪咪的样子 一言不发 显然不愿意在不知对方底细的时候得罪对方 西索陈主看了一眼 眉头皱了起来 不知阁下 莫灵瞥他一眼 神情淡淡 莫灵 海涅学院导师 三品炼药师 随友人骤然震惊地 如同当头一棒 姬明成 是我亲自招收的学生 不知 我可有资格 说这话呀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玄幻多人有声小说 凤灵之邀王来接驾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战兮演 领先演播 喜马拉雅甜到后死人的夫妻档cp 半指红雀 黎穆涵 后期只做 半指桃妖 举音工作室 喜欢男强女强 护宠暴击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吧 第26集 凤天猛然抬起头 震惊不已 击亏神情得意 眼神阴质 凹脱眼神一宁 笑意不减 陈主话音突然消失 不知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常见 裂风雷浓眉狠狠皱起 抬脚就要往前一步开口 被傲拓不动声色地拦住 无人应声 莫林看着这不出所料的一幕 心中冷笑 看向奉长月 等着她近距离地跪下道歉 让我道歉 绝不可能 跪下更是妄想 学生这么不要脸也就罢了 老师也这么不要脸 我还是第一次见 真是谢谢你 让我长了见识了 想让我认灾 你可以上来全力跟我打 别让别人说我 以小气了 说得好 呼听一道声音响起 镇的人心肝发产 一道蓝银闪过 擂台之上赫然多了一个魁梧的人影 烈火拥兵团团长 烈风雷 她站在奉长月的身前 气势浑然 仿佛一团烈火般的赤脸 她一落下 脸上带着激赏的笑 就冲着奉长月伸出了 蒲扇般的手掌 小姑娘 不错 不错 她性格粗糙 此时见奉长月时 分合自己的胃口 想也不想地就拍了拍 奉长月的肩膀 她是五星灵王 这一巴掌下来 若是普通人 基本上也就半死不惭 感受着无意带起的进风 风长月不动声色地 往旁边退了一步 多谢烈团长 她现在看起来并无大碍 实际上她的境界 旨在七星淋湿 跟静明城一战 她看似赢得快 赢得痛快 实际上林立早就枯竭 此时随便一个人上来 都能够把她打倒 她故意说出那样的话 也是算准了 墨林那个老家伙 是个好面子的 她激怒她 讽刺她 都是因为这样 反而能够激得她 不敢当面跟她动手 她面上不惧 似乎打扮墨林 也是小意思 实际上 已经不能再打 又怎么能够承受 裂风雷这无意的异章 裂风雷也不在意 反而惊讶地问 你认识我 能够坐上嘉宾台 其一声林立 晃住烈火惊雷 自然能够猜出 您的身份 裂风雷嘖嘖赞叹 这小姑娘心思信你 手段强横 天赋又好 关键 这雷里风行 爱恨分明的性子 着实叫她喜欢 是以不顾奥托的阻拦 跳了下来 这一跳 就是为凤长月撑腰了 凤长月自然知道 这个道理 心中感激 脸上也温和许多 那胎记 似乎也没有那么难看 裂风雷转身 身弱重雷 想遍广场 这小姑娘 很合我的胃口 今日 谁和她过不去 就是和我 和整个烈火拥兵团 过不去 莫林的脸色 一下子阴沉下来 凤长月这般当面打脸 出言不逊 已经触犯她的底线 裂风雷虽然实力不如她 可毕竟是拥兵团的团长 要是惹上了 也是一个麻烦 她忽然冷笑一声 站起身 哼 裂团长倒是真性情 老夫看她天赋惊人 有心指点一番 也不行吗 慢着 城主的眼神 不动声色地 往某处看了一眼 忽然出声 打断了莫林的话 她站在台上 看向莫林 莫老 不知您大下光明 有时远迎 海王恕罪 您能够来到西索城 观看我们的家族比试 是我们的荣幸 既明城能够入您的法眼 进入海涅学院学习 也是我们整个西索城的骄傲 只是 这毕竟 是西索城的赛事 擂台之上 输赢 自由定数 您来自四大学院之一的海涅学院 想必一定 公正联名吧 凤长月 不过十四岁 您德高望重 想必 不会跟她计较吧 凤长月挑眉 这城主刚才还对她 没什么好脸色 现在 怎么面对这么一个麻烦 却开口为她说话 莫林显然也没有料到 在她亮出身份之后 城主居然 还敢和她这样拐歪抹角的周旋 心中怒火更盛 只是这城主的话 说得滴水不漏 先是好言相赞 再不经意地说起 凤长月不过是个孩子 如果她真的计较 反而真的落得 一大击小的名声 她最好面子 自然不愿意 当着这么多人 做出那样 有失身份的事情 只是要让她 这样地咽下这口气 却也没那么容易 刚想开口 城主就继续道 其实 家族比试更多的是 选拔人才 前三名 不仅可以 获得四大学院的推荐书 增加录取机会 对于胜者 还会有 特别的奖赏 而今年 冠军 更是可以得到一把 高等玄机的灵宝 这份奖赏 她转头看了一眼 傲脱 对方笑着 点头示意 这灵宝 是星辉拍卖行 拿出来的 意图 在于选出 实力最强的天才 而今天 毫无疑问 可以获此殊荣的 就是 风承越 她铿腔有力的声音 回响在 整个广场 人们这才记起 风承越 已经拿到了 今年家族比试的 第一名 她才是当之无愧的 天才 风承越 却没有心思 去顾及周围 各种各样的目光 她的神识 专注地投在 莫林的身上 那个老家伙 对小白 另有图毛 虽然莫林 几乎没有看过小白 但是 她分明感受到了 她眼里的欲望 奉承越 家族比赛 不是生死赌约 你已经打赢了 就不要再继续了 莫老 您就 莫再和她计较了 现在紧要的是 至少记明成的伤啊 令 若是您能赏光 在下在城主府设宴 为您 解封洗尘可好 城主放下自己的架子 连连劝说 软硬兼施 莫林脸色变换不定 最终化为平静 也好 她原本以为仗着自己尊贵的身份 这些人必定要言听计从 只是她却忘了 这家族鄙视出来的人 最终 也是要进入四大学院选拔的 而且 既然能有高级玄机领保 可见幕后还有人 她还是小心为上 既给了台阶 她就顺水推舟好了 多谢城主 她一拱手 似乎已经不打算再追究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玄幻多人有声小说 凤灵之 邀王来接驾 改编自肖乡书院 同名小说 作者 战兮也 领先演播 喜马拉雅 甜到 齐死人的 夫妻荡CP 半指红雀 黎穆寒 后期制作 半指桃腰 聚音工作室 喜欢男强女强 护宠暴击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吧 第27集 靖明城已经昏迷 身上骨折多处 血迹狼狈 很快被人抬了下去 忌溃阴狠地看了 凤长月一眼 急忙跟了上去 凤长月 这是你的奖励 凤长月接过陈主 面色肃然 双手递来的一枚戒指 神识一扫 却发现这是一个 空间戒指 只是差不多有一平方米 跟他的镯子差了太多 他神识探入 发现有一把长弓 想必就是那玄机灵宝 正在他将手指划破 让戒指认主的时候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 阴沉的声音 多看两眼吧 因为你的日子 不多了 凤长月眼眸微眯 看向墨林 悠然扬眉 飞色的嘴唇微动 好啊 我等着你 这一年的家族鄙视 注定会成为 所有人 不可抹去的记忆 只因为一个人的 横空初始 凤长月 传言 废材不可修炼 却在家族鄙视中 一路过关斩将 甚至打败了西索城 百年一遇的 天才少年 济明成 甚至敢于和 来自海涅学院的 莫林一争高下 却是教人们 重新地认识了 这个少女 从那天起 凤长月就成了 西索城百姓 茶余饭后 谈论的热点 无论是他天赋绝佳 却早亡的父亲 还是他这么多年的 默默无闻 和现在的突然爆发 亦或是人们 既好奇又避讳的 他大闹记家 修了纪明成的事情 都让他多了一些神秘感 而最较人们感到好奇的 则是他如何一息之间 从废才变成了天才 外界传言 深宵而上 只是再多的留言 也没有留到 凤长月的耳朵里 因为自从家族比赛之后 他一回到凤家 就进了自己的卧室 反锁了房门 并且夏琳 任何人不得打扰 他刚刚得了 家族比赛的第一 众人自然不想 在这个时候 去触他的眉头 自然是有多远 就走多远 巴不得离这个 充满了秘密的丑陋少女 远一点 只是远远看过来的目光 比起以前的鄙夷和不屑 现在更多了敬畏和禁忌 而这就是 凤长月想要的 他不是圣母 更不是心慈手软之辈 仁若敬他一指 他敬人百丈 仁若欺他一分 他必定要人千倍偿还 清和爱戴 看似一团和气的尊敬爱骨 不 他不需要 他要的 就是绝对的服从 绝对的敬畏 凤长月待在卧室 前两天时间都在疗伤 这齐场打斗 尤其是 最后和纪明城的大战 透支了他的灵力 需要好好休养 才能够恢复 一般人若是越级战斗 想要取得胜利 几乎都是拼了命的 说是想要恢复之前的水平 没有半个月 也绝对不行 只是凤长月的身体恢复能力 比较强悍 过两天 就修复了体内 受伤的肺腑 还补充回了足够的灵力 甚至他绝的 之前因为天堂火的重塑 而猛然提升的境界 因为这一次的实战 而有了 稳达稳扎的基础 他虽然刚刚踏上修行之路 却知道基础若是打不好 会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之前因为契约小白 他得到了突然的提升 一下子越过了临着级别 直接上窜到了 七星临时的级别 他心里的担忧大于欣喜 此次经历连番苦战 竟然因火得福 打实了基础 不得不说 也是运气使然 而小白 也似乎有一些元气不足 一回来就进了镯子 睡觉去了 他也是才发现 这镯子可以储存活物 本来起约之后 他自然就有了魔兽空间 只是小白 似乎更喜欢那镯子 迷迷糊糊地就进去了 凤长月对这也并不在意 就随他去了 他也看出来 小白虽然强悍 却也是很消耗能力的 即使在强横的魔兽 幼生时期也都很脆弱 似乎睡眠是小白恢复的重要方法 而第三天 他都在研究那把新得到的弓 正如现在 他盘坐在床上 手心拖着那把弓 努力地想要看出一些名堂 这是一把 足有成人半大身高的长弓 凤长月此时身材瘦弱 拿起来几乎等高 看起来十分的诡异 全身呈现深紫色 没有任何的花纹 只在手掌部位 有着隐隐的凹痕 可见之前的主人 用力之大 看起来似乎是用 上好的羊目所做 只是身子亮泽 看起来 又多了一些金属的质感 看起来 竟是多了几分贵重 弦的弹性很大 凤长月仔细地看了看 却只能看出来它并非是牛津所致 没有剑 是的 这件灵宝弓没有剑 这也是凤长月不理解的地方 一把好弓 怎么会没有剑 是遗失了 还是他真的没有剑 他试图将神石探入宫中认主 却发现神石被一层无形的隔膜阻拦 他加大力度 竟也不能撼动 他皱了皱眉 说是不能认主 这东西的威力会大打折扣 他闭上眼睛 凝聚神石 丹田之中 灵力飞速地旋转 竟然朝着那层隔膜 冲击而去 他眉目之间 闪过一片淡金的光辉 坐在不远处的轩辕夜 神色一凝 继而扬眉 果然猜得不错 那东西也不一半 这女人倒是奇葩 自己修炼的灵力 不同于一般人也就算了 拿到的奖励 竟也是这么的不一般 虽然还入不了她的眼 只是此时用来给她练练手 也是不错 正想着 凤长月周身忽然金光一闪 弓的静置破了 凤长月神石微动 太阳穴一腾 脑海之中浮现出 几个紫金色的大字 射天弓 一篇密文突然在脑海中出现了 每一笔都带着几乎 破开苍穹的锋锐之气 只是这样看着 就感受到那一股凛冽的高峰 凤长月全身被无形的锋刃 给削得生疼 却完全不在意 只是专注地看着那浮现的字体 一笔一画 似乎都要刻到脑子里 那些字符 拆开他一个都不认识 而组合在一起 不知为什么 他忽然就明白了意思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他神色微微一动 似乎看到了什么惊讶的事情 原来这弓 他立刻划破手指 烟红的血液滴上 金光一闪 灵雾甚住 他在一瞬间 感受到一股极其刚烈的力气 从心底呼啸而出 他立刻运转灵力 闭眼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玄幻多人有声小说 凤灵之妖王来接驾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战兮也 领先演播 喜马拉雅甜到 猴死人的夫妻档cp 半指红雀 黎穆涵 后期制作 半指桃鸟 聚音工作室 喜欢男强女强 护宠暴击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吧 第二十八集 与此同时 轩辕夜猛人转头 不禁好笑 怎么什么事情 都让他碰着了 凤长月花了一些时间 才将那股力气抹去 彻底认住 果然 他看响 手中的紫金弓 手轻轻拂过 居然不是 玄机灵宝呢 凤长月忍不住 再仔细地 看着这把子宫 摄天宫 这样直白而霸气的名字 像极了这宫 给人的感觉 没有一丝多余的花纹 每一个弯折的弧度 都完美无缺 像是天生 就该这样一般 这是高级灵宝 才会具有的灵云 玄机灵宝再厉害 也不可能拥有 因为这是 段诏师在 注就灵宝时 所注入的精血 混而言之 是屈风灵宝 等级的一个重要依据 这是 地级灵宝 才会呈现出的完美 凤长月忽然笑了 说是那些人知道 他们拿出来的奖励 是一个 地级灵宝 不知会是什么反应 大概会后悔到吐血 须知 整个西索城 近百年 只有凤长月的 父亲凤琛 曾经拥有一把 地级灵宝 还是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的 是一把银枪 不知道有多少人 羡慕极度 只是随着奉承失踪 那银枪也消失了 可以想象 说是拿出来 这会在西索城 掀起多大的风浪 只是 在他的神识 进入之后 探索整把子宫 遇到了几处阻碍 应该是之前 留下的破损 威力应该 大大的减少 所以那些人 才会判决 这功是玄机灵宝 不过没有关系 事后若有机会 自然可以修复 此时这样一把 不知威力几何的 杀手锏 才是他需要的 抬起头 看见坐在一旁的 轩辕夜 目光之中 带着一丝歉意 阿夜 这几天你都在这 有没有好好吃饭休息 轩辕夜愣了愣 随即不在意道 我不用 依照他的境界 即使是这个小身子 十天半个月不吃饭 不休息 也不会有问题 但是凤长月却总觉得 这是小人为了 不让他担心 才说的话 看他精神不是太好 一定是这几天 都在为他担忧 他跳下床 走到轩辕夜的面前 一把牵住他的手 阿夜 走 去哪里 到了你就知道 总之是好事 一出门 凤长月就看到 外面等候的仆人 一见他出来 连忙上前 三小姐 您终于出来了 家主有请 凤长月嘴角微扬 这是终于忍不住了吗 他好整以暇地 走向凤天住处 仆人在前面 谨慎带路 即使看凤长月带了一个小孩 也没敢回头说 这样不合规矩 他还想多活两年呢 凤长月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 阿夜在凤家指认他 自然是要带着的 他最近正是风头最近的时候 说是有人前来寻仇 他虽然不怕 却不能够让阿夜被牵连 至于轩元夜 他的人 他自然是要亲自保护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很快 他就被请进了凤天的书房 阿夜 抓住机会 好好宰这个老东西一顿 走进去之前 轩元夜忽然听见凤长月的声音 不由有一些失效 他想要什么没有 但是看着这个女人 为他争取的样子 总是有着特别的 从未有过的欢愉 这笔拥有一切丹药 都让他来得痛快 二人进入书房 一看见等着的凤天 凤天看着眼前 神情冷淡的少女 很势无力 家族鄙视已经结束三天了 他今天才派人去请他 这已经足够给他面子 他还想怎样 他和外面那些人不一样 他是他的亲祖父 他纵然这么些年 没有怎么关爱过这个孙女 却也知道他之前灵脉 确实是阻塞的 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若是没有高人指点 或者天大的机缘 他怎么可能几乎一夜之间 就连连突破 到达了七星凌尸的地步 而且他居然还能够打败 比他高出几个段位的 纪鸣城 凤天心中冷笑 他不是傻子 没那么好糊弄 但是那天出现的那只魔兽 能够轻易打败伙石兽 就可以猜出 凤长月绝对有什么秘密 他前几次想要见他 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 而他也没有办法 今天其实他比赛完 第一次见他 长月呀 凤天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只是因为长期扳着脸 这笑看起来就假了几分 爷爷 真是要谢谢你呀 真没想到 你居然能够为我凤家赢得如此的殊荣 若是为凤家争了一口气呀 其实啊 你父亲当年也是这般 年少英才 无所畏惧 为凤家拿下了家族鄙视的第一 而后又得到了四大学院的推荐书 若是他没有 只怕现在我凤家也早就名扬天下了 原本我不愿提起这些 但是实在是太开心了 看见你呀 就好像看见了真儿 他说到这儿 眼眶微红 似乎很是感伤 凤长月冷眼看着 懒得去揭开这老东西的面具 别以为他年龄小就什么都不记得 原主的记忆中 凤琛在凤长月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踪迹 凤长月一息之间变成了孤儿 加之 很快测出是废材体质 在凤家一直遭受欺凌 若是凤天对于凤琛这个儿子 有哪怕一丝丝感情 也不会任由他被人欺负致死 此时跟他提情分 只会让他更加厌恶 见凤长月不接话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凤天也有一些尴尬 老脸一红 整了整脸色 话音一转 好在呀 你现在终于出息了 也算继承了你父亲的天赋 这是我凤家的骄傲啊 只是 你也看到了 现在凤家就靠你了 什么事 凤长月长眉一阳 眼睛明亮似流离一般璀璨 凤天一听 虽然没有立刻答应 却也没有拒绝不适 他神色有一些激动 声音压得略低 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 就是 哎呀 反正你是可以拿着推荐书 去四大学院的人 那那个灵宝就 就留在凤家吧 凤长月微微沉默 转眼看了轩辕夜一眼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玄幻多人有声小说 凤灵之妖王来接驾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战兮叶 领先演播 喜马拉雅甜到猴死人的夫妻档cp 半指红雀 黎穆寒 后期只做半指桃妖 聚音工作室 喜欢男强女强 护宠暴击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吧 第29集 四岁正是修炼最好的时机 要么自然要最好的修炼心法 以及武技 要我答应也可以 不过我有两个要求 真的 什么要求 你说你说 别说两个 两百个 我也一定答应你 第一 我再不想在凤家看到凤静语 第二 我想要进去藏书阁 挑选喜欢的心法和武技 这话一出口 凤天的脸色就微微变换 这凤静语倒是无所谓 只是藏书阁 可以 只是藏书阁的东西 你不能拿出去 只能在里边待一天观看 陈娇 凤长月牵着轩辕叶 转身就走 朝着藏书阁走去 你的要求 我已经答应你了 那灵宝 凤天连忙问道 凤长月停住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 神情奇异 微微嘲讽 林宝已经任我为主 我是凤家三小姐 留在我这 不就是留在凤家吗 说是别人想要她 除非我死 家主一定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对吗 凤天一口老血 哽在喉中 藏书阁这里是凤家最为神秘的地方之一 里面放置的都是凤家几百年以来拥有的最为高等级的修炼心法以及武技 是凤家看守最为严密的地方 凤长月带着轩辕夜站在藏书阁的前方 门口并没有人住手 但是才靠近一步就感觉到了一股威压 像是有人在盐里地扫射过他们的全身 他知道 这地方肯定是派了高手看护的 事已并不在意 过了一小段的时间 那被看透的感觉终于消失了 凤长月知道这是允许他们进去的意思 毫不犹豫地带着轩辕夜朝着里面走去 慢着 忽然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 将凤长月阻拦在原地 你身为凤家嫡女 自然是可以进去 只是这小男孩 身份不明 绝对不可进去 声若真雷震得人心中颤抖 凤长月下意识地捂住了轩辕夜的耳朵 轩辕夜心中忽然一软 被人冒犯的怒意已消失了 凤长月抬起头 虽然看不见这些人 不过 他知道他们一定可以看得到他 不让他进去也可以 但是 你们必须保障他的安全 这是他唯一担心的事情 他虽然赢得胜利 但是凤家上下几乎都将视为敌人 和他矛盾早就不能调和了 他得势反而会更加危险 尤其是阿叶 极有可能遭遇他们的黑手 轩辕夜心中再次浮起一股 熟悉温暖的气息 那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但是在遇见这个女人之后 就好像总是这样轻易地 被触碰到心底最为柔软的地方 可以 沉吟了片刻 那个声音终于答应 凤长月松了一口气 低头低声地嘱咐几句 抬脚就迈进了大门 轩辕夜看着他进去 目光似乎月光一般地 在他纤细柔软的背影之上流淌 蜿蜒出一片难掩的温柔 这样的目光 放在一个看起来 不过四五岁的男孩子身上 似乎有一些诡异 但是不知是因为 他的气场太过尊贵 还是他的气势太过卓越 这样的表现并没有引起 草书阁那些老家伙的注意 门前恢复平静 轩辕夜心中冷笑 他想让他们注意 他们自然会注意 若是他不想 那么谁也不可多看他一眼 他就静静地站在那 眼神不动声色地 转向右上方 这里面真的值得一去 再说奉长月 进入大门就是厅堂 人就是空无一人 最里面有一个楼梯 他毫不犹豫地 朝着楼梯走去 一扇铁门横在眼前 他正想着如何打开的时候 却发现 那门自己缓缓打开 同时另一个低沉苍老的声音响在耳边 这里就是草书阁真正所在 任何人都只能在这里面待上一天 十二个时辰之后 自然会有人将你带出来 切记 不要妄图带任何书籍心法出去 否则将永生不得进入 奉长月当即冷声应道 当然 门终于完全打开 里面白光闪烁看不真切 奉长月一脚踏出 迈了进去 等眼睛稍微适应了光线 他微微地睁大眼睛 终于掩饰不住心中的惊奇 眼中闪过惊叹之色 想不到 奉家居然还有这样的所在 曹书阁 顾名思义 里面当然是千书万卷 整整齐齐 只是当他进来之后才发现 原来藏书阁里面竟然是 一团团漂浮着的白色光团 整个空间很大 除了一排排的书架 上面摆着一些书籍 还有一些漂浮在半空之中 微微闪烁着 隐隐白光的光团 像是一个个的茧 有的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有的则是甩着白尾到处的流窜 凤长月 敏感地感受到那一股灵力的波动 那是来自那些白色光团的能量波动 他有一些好奇地向前走了一步 似乎是感受到有人进来 整个空间有一些波动起来 白色光团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释放你的灵力 宾夕灵灵神 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武技和心法 又是那道声音 凤长月抬眼 向四处望去 却并没有发现 可以偷窥的地方 此时算是猜到了一些 应该是有几位长老 共同地监管藏书阁 他们无法直接待在这里面 一直看守 就在外面设置了避障 只要有灵力波动 他们自然可以间接知道 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包括是否有人将东西偷偷带出 毕竟这里的东西 都是他们守护多年 早就烂熟于心的 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活动 也是以情而出 换而言之 他看了什么 他们也可以猜到一二 凤长月挑眉 这种被人监视的感觉 他可真的一点也不喜欢 他向前走去 身边不断地飘过白色的光团 闪烁不断 同时他静下心神 闭上眼睛 开始释放灵力 缓慢地探索着 一丝泛着金色的灵力 从他的眉目之间 逐渐地渗出 向着深处蔓延 这一瞬间 无数能量波动 涌进了他的脑海 无数光团 在他的神识之中闪烁 那是来自于外界的影响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穿越玄幻多人有声小说 凤灵之妖王来接驾 改编自肖乡书院同名小说 作者战兮也 领先演播 喜马拉雅甜刀 猴死人的夫妻档CP 半指红雀 黎穆涵 后期制作 半指桃妖 举音工作室 喜欢男强女强 护宠暴击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快订阅吧 第三十集 很自然的 他看清了那些光团之内的东西 随手抓了一个最近的 抄在手里 风铃拳 高级黄街舞技 他想都没想 直接松开 眼前忽然又闪过一道光 他向前一抓 仔细看去 八斗剑 低级玄机舞技 他毫不留恋地松手 凝灵术 终极玄机心法 再次扔出 弱大的空间 少女助力其中 身形隐在一团 微微泛着金色的光芒之中 若隐若现 他的手中不断地掠过 一些白色的光团 又被他扔出 似乎毫不留恋 也或者 是在找什么 他在干什么 难道终极玄机信法 他都看不上 听说这是 今年家族比试的第一名 也是凤身之女 天赋倒是不错 可惜 太过好高远了 在藏书阁的 最顶层的一个空间里 几位老者 真面无表情地 进行着谈话 他们无一例外 全部闭着眼睛 感受着来自 藏书阁内部的 能量波动 凤长月已经进去 一个时辰 也查看了不少 武级心法 甚至其中 还有高级的玄界武级 但是他依然 毫不留恋地 抛飞出去 这让几位长老 都有一些失望 还以为凤家 终于出了个出息的 谁知 还是这样骄傲 不知天高地厚 也不能这样说 毕竟年轻 心性还是需要磨脸的 总之 只有一天时间 把握时机 也要看他自己 机缘这种东西 不好说 阵中的老者开口 其余几人便住了口 而在藏书阁内的 凤长月 突然感受到一股 不同寻常的吸引力 似乎有什么东西 在召唤他 强烈的无声的召唤 让他心跳有一些快 不知为什么 他总觉得这股波动 很不一般 他顺着神识往前探去 一团红色光芒微闪 他突然睁开眼 手一把伸出 什么 他居然拿到了那个 顶层几位长老 忽然睁开眼睛 不可思议地惊呼出声 凤长月看着手中 这不安分的红色光团 手心微微用力 立刻消停了许多 凤长月将神识探入 还没有进去 就感受到一股炽热 宛如烈焰 若是普通人 恐怕早就烫得扔出去 只可惜 凤长月契约小白之后 身体自然和天堂火融为了一体 最不怕的就是火 他眉头微扬 眼神之中 明白无比 这东西就是他想要的 他心念一动 纤细的手掌 瞬间蔓延过一层金色的火焰 朝着红色光团燃烧而去 空气瞬间高温 天堂火 似乎是感受到本能的恐惧 那团红色光团 一下子没了气焰 凤长月立马抓紧时机进入 凤长月眼睛一亮 这是初级第级武技 烈焰绝 能够让修炼者修炼的灵力 如同烈焰一般的威力惊人 一共分为三层 修炼到最后 甚至可以媲美 终极地阶武技 他立刻专心地看起来 藏书阁内一片安静 几位长老更是死一般的寂静 许久 其中一位长老才长叹一口气 想不到 竟然能够在有生之年 再次看到烈焰绝现身啊 其他几位也是面色复杂 欣喜欣慰多于惊讶 是啊 这老祖宗留下的地阶武器 终于找到他看得上的后背了吗 地阶 这么多年 进入藏书阁的子弟不知反击 咱们在这里也足有百年时光 却也不过是第二次见到此等场景啊 这地阶武技果真不同寻常 不仅可以来去自如 还可以自主进行选择 只有拥有足够天赋的人的到来 才会激发他的出现 没想到 这凤长远 居然能够成为这第二人 第一人是谁 却没有人说出口 极为老者脸上带着怀念和崇敬 然而眼神之中还带着深深的忌惮 似乎不敢谈论 那第一个召唤出烈焰绝的人 沉默良久 中间的老者才微笑了一下 安慰道 这总归是一件喜事 凤家或许真的有希望了 您的意思是 不会吧 他纵然真的可以和之前那位相提并论 又怎么能够做成那件事 要知道 咱们已经足足几百年 谨言 老者忽然严肃了一些 看向几人的目光 也有一些警告的意味 这是凤家最大的秘密 除了他们这些 守护着凤家的长老 几乎无人知晓 这是关乎凤家生死存亡的绝对秘密 不管怎么样 他能做到这一步 已是不易 咱们还是静观其变 凤家靠着这女娃子重新振兴 也不无可能 今日之事 万不可透露出去 包括凤天那小子 知道吗 是 他们和凤天等人不一样 他们的目光更为长远 最在乎的 就是凤家的未来 而凤长远还不知道 他这一个小小的行为 已经让凤家最为神秘强大的长老们 注意到他 他现在关心的 就是眼前的烈焰绝 这红色光团似乎有灵性 一开始总想着逃 在遭遇了凤长远的天堂火之后 忽然就安静了许多 甚至老老实实地待在 凤长远的手里 任他观摩 烈焰绝需要修炼者天赋极高 通篇只有百余字 只是非常艰色难懂 凤长远看完第一遍 微微醋眉 看完第二遍 眉目舒展 看了第三遍 就开始尝试 在手心之中 凝聚灵力 幻化为火焰形状 这烈焰绝第一层 就是要求修炼者 能够通过口诀 将灵力转化为火焰形状 在攻击的时候 形成爆点 达到二次伤害的目的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不要轻易放弃哟